大家好,欢迎来到漫长投资理财频道,我是Mike 今天是11月24日,星期四 小伙伴们感恩节快乐 Refine最新的数据出来了 全美环价中位值继续下跌 到11月13日截止 房价已从今年第二季度的历史高位下跌了8.7% 而上周的数据是下跌了8.4% 这短短的一周下跌又多了0.3% 不过我已经多次说过 这个房价中位值是值后的 它只反映前一两个月 美国楼市的行情 因为房子过后时间一般要一两个月 而现在在市场上的房子的成交价 最少要等一两个月后才能知道 如果能成交的话 不过我们也可以用目前的一组数据 来预测未来房价的走势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房价的风向标 那就是库存量 如果库存量继续的增加 说明房子的供应量大一需求量 根据工需法制 房价必将下跌 那我们这一期就和大家分享 阳光地带城市和其他这两城市的 库存量的变化 以及这两个月来 通过对各城市寻求搬进和搬出 购买者数量以及最热门的搬迁目的地的分析 从而来洞察未来这几个月这些地方的房价的行情 好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全美楼市的抉择到11月13日的行情 美国房价中位数从5-6月份的最高点 392,000一路下行 到11月13日为止 房价是35万8千美金 五个多月来一共降幅8.7% 平均每个月降幅1.55% 远远超过了次大危机 同个时间段 每月不到1%的降幅 跟去年同期相比 全美房价中位值同比增加 已经缩小到2.1% 也许到今年年底 同比会变成零增长 或者是负增长 而这只是全美房价的平均值 实际上已经有不少城市房价同比增长 已是负值了 比如说旧金山目前房价 与去年同期相比是缩水了9.5% Sacuimento的房价缩水了2.1% 底特利是缩水的1.7% 硅谷和San Diego是缩水了 不到1% 这要感谢硅谷最近的低的库存量 这几周来 硅谷的房价有所回软 要不缩水会超过2%的 前面已经说了 房价这个指标只是反映 全美楼市一两个月前的行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 能预示全美楼市行情的风向标之一 那就是库存量的变化 最新的数据显示库存量的同比增加了10.64% 比一周前的10.07%又列有增加了 但这只是全美平均水平 每个城市的库存量变化 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 比如说在这一张全美库存量的热图上 西亚图同比增加以77.64% 高居榜首 这也难怪 最近那边的科技企图 如Amazon 采样的一万人 科技成长股 如Zero和Rafine 公司的业绩 不佳 那边的防止的吸球量 激烈的下降 Tempa的库存量 以7年同期相比增加了74.44% 区域第二 看看我前几周做了 关于那里 开发商建价20% 抛售现有的库存 和很多出租房 特别是大机构 旗下的投资房 难以出租 你就可以理解其原因了 而奥斯丁欠以库存量同比增加 65.04% 排名第三 以上是库存量同比增加 百分比的前三名 以硅谷2.0或硅丘自称的 奥斯丁 随着科技股 这一年来的暴跌 这样的库存量的同比增加 百分比也是意料之中了 我们接着看一下 其他城市的库存量 同比增加的百分比 第四名是拉斯维加斯的 57.79% 凤红城的同比增加 56.45% 排名第五名 第六名是达拉斯的 52.87% 第七名是奥兰多的 48.22% 第九名是西沃顿的 31.38% 第十名是硅谷的后花羊 Sacquimanto的 31.3亿 第十一名是亚特兰大的 25.98% 和第十二名的 北卡 的罗里 是 17.37% 北卡的夏奥特是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这些都远远高于全国防止库存量同比增加百分比的 百分之4.64% 另外第一全国平水平的有 San Jose的百分之8.55% 也就是硅谷 还有LA的百分之2.72% 而纽约的库存量同比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7.35% 这也是目前美国东北部防止库存量的普遍现象了 聊完了库存量 这个对当地楼市以后几个月影响的光降风向标 我们接着选出阳光地带的两个日门城市 阿兰多和Tampa 刚好这两个城市 我们房产投资群里的小伙伴们经常拿这两个城市做比较 所以这一期我们顺便对这两个城市做对比 比较一下都有哪些城市的购买者 想帮到这两个城市来 这两个城市的人又想帮到哪里去 以满足小伙伴们的那颗无比的好奇心 首先我们来看看欧兰岛 想帮到欧兰岛最多的人所在的城市 就是在左上角这个数据图里面 第一名是纽约有2650个人 第二多的是DC 有1348人 第三名是波士顿是1053人 前三名都是美国东北部的城市 原因比较好理解了 东北部的居民喜欢冬天到暖和地方 欧兰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四名到第十名分别是 芝加哥、LA、费城、旧金山、西雅图、迈亚密和底特利 想搬到欧兰岛人数最多的前十名的城市 人数总和是8700个人 地是加克森维亚有569个人 第三名是佛州的欧兰岛的388个人 而第四名的是Tempa 225个人 这三个城市都在欧兰岛的周边 也都在佛罗里达 第五名到第十名分别是瑞萨纳州的巴通路 北卡的阿什维亚 第七到第九名都是佛罗里达州的城市 其中第九名的是塞拉索达 第十名的是田纳西的Northville 想搬出人最多的四个城市里 有两个在瑞萨纳州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六个在佛罗州的州内 另外两个在田纳西的Smokey Mountain边上的城市 当初欧兰岛全市民的总和是2839人 想搬入的是搬出的三倍左右 不过大家也不要以为这是支撑当地房价的唯一标准 不是的 因为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近20年了 而在这期间 欧兰岛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次代危机期间 成为了房价崩盘的总灾期之一 总结一下 这段时间在美国抗房的 占总数2%的人 想到欧兰岛买房 而在同期 欧兰岛有63%希望在本地买房 而有37% 也就是大约3%的人 想到外地买房 好 谈完了欧兰岛的情况 接着我们来谈Tampa Tampa在疫情发生之前 可以说一直存在于欧兰岛的阴影之下 以前可谓说几乎没有人听说过Tampa 我记得在2021年初跟一位在西雅图的投资者 也就是我频道的观众聊起Tampa 他问我Tampa在哪 我当时好惊讶 不过后来也理解了 因为很多人以前在节日期间到佛州度假 几乎都是到欧兰岛 没有听说过到Tampa的 我记得31年前去佛州玩 也是直奔欧兰岛去的 而Tampa只是后来路过而已 Tampa这两年可谓是借着疫情之力 抢了欧兰岛的大部分光芒 虽然欧兰岛后来因为其众多的主题公园 慢慢的缩服失地 但是Tampa在2021年 不管在房价 还是在房租的政府百分比上 都碾压了对方 现在从图中走上角 我们可以看到 想搬到Tampa最多的城市是纽约 有1637人 第二名是DC的1511个人 前两名城市跟欧兰岛的一模一样 其实前五名都一样 只不过第三名和第四名 和欧兰岛换了一下顺序而已 欧兰岛第三名是波士顿 第四名是芝加哥 而Tampa第三名是芝加哥 第四名是波士顿 第五名同样是LA 第六到第十名分别是 迈阿密、费城、旧金山、西雅图和Denver 其实这个名单和欧兰岛的几乎相似 只不过前十名的名单里 欧兰岛有李特利 而Tampa有Denver而已 看来这两个城市 就如两兄弟一样 竞争非常激烈 见面的时候将会昏外养红的 想搬到Tampa最多的 前十名城市的总和是8,030人 而想搬离Tampa最多的目的地城市是 小苏大有153人 第二名是 北卡的 阿斯维亚有133人 第三名是 佛州的 欧兰岛是129人 第四名到第十名的是 田南西的 诺斯维亚 南卡的 郭斯维亚 田南西的 杰特诺维亚 弗里达的 杰克森维亚 乔治亚州的 沙维亚 北卡的 郭斯维亚 还有最后是 弗里达的 州府 想搬出Tampa的前十名的 算了一下 它的总和是702人 看来想帮出 Tampa木里地的人数 前十名比较少 可能其木里地比较多 比较分散 所以每个地方 总人数不高 总体来说 在全美抗房的购买者中 有2%的人 想帮到Tampa 在同个期间 Tampa73%的居民 想在本地找房 而27% 也就是 大一甚至一的人 想离开Tampa 好了 这一次就和大家分享 欧兰岛和Tampa 这两个福州城市的数据 如果小伙伴们 想继续听 阳光地带的其他城市 或者其他热门城市 同样的分析 请在本视频下方留言告知 如果喜欢我这一期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留言 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和聆听 下视频再会 Bye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